好的各位這叫C頂支架 分成L型壁掛和C頂兩種 這是C頂的 那C頂的方式記得這一塊 是在天花板上面的 那麼這天花板上面 這個可以用幾種方式固定 可以用其他的這個支點 直接綁在我們的青鋼架上面 用束帶也可以 這邊送上去 然後這裡有很多的孔 你自由開自由挖 木弓的話就用木弓螺絲弓上去就可以了 好這是上面的 那麼這個是攝影機這一邊的 那攝影機這一邊的呢 小王指導他一下 攝影機這一邊呢 總共有九個螺絲 那麼我們就是分別把它 進來 然後角度由上往下 好九個螺絲固定好 好不浪費你太多時間 這裡固定三個 這個已經在天花板上面 你要想像一下他在天花板已經固定好了 那麼我們就 抓著機器 把它給 這樣子扣進去 扣進去之後呢 總共有一個螺絲兩個螺絲三個螺絲 來各位看一下這邊 這邊這個螺絲呢 其實鎖一個就夠了啦 其實鎖一個就夠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螺絲鎖上去 那麼它就可以連接在一起 另外呢 這裡還有兩個螺絲 你如果安全起見的話 這裡再鎖兩個螺絲 把它給 從由下往上 像這樣的方式 給它鎖上去 好 總共三個螺絲把它鎖固定之後呢 你這個機器呢 在天花板上面就 安安穩穩 妥妥當當 一勞永逸了 好那以上呢 這個 七頂支架的介紹呢 介紹到這邊 讓你了解我的明白 好這樣就固定住了 那這裡是一條什麼線 這裡是 網路線從這裡進去 這裡天花板打洞 穿出去 電源線從這裡走過去 天花板打洞 HDMI從這裡走進去 天花板打洞穿出去 這裡頭還有埋藏線路的地方 讓你能夠把線路給安裝在你的 天花板上面 讓你做出一個更美觀的一個 走線的一個方法 好 這樣就固定住了 那其他的螺絲是預備的 那麼記得 洞比較多的 勾比較多的是天花板端 勾比較少的是主機端 好 那麼這一端呢 我們就把它給鎖進去 那其實我 不是偷懶啦 我通常都鎖 鎖那兩顆 這一顆我很少再鎖 但是 有些 比較嚴謹的 這個老闆們呢 對於這個要求比較重的 這個就鎖上去就好了 好謝謝大家謝謝